埃及官方媒体说 埃及北部曼苏拉一座大楼发生爆炸 至少造成14人死亡 遇百人受伤 埃及安全部门表示 事故是由汽车炸弹引爆 威力巨大 造成部分建筑倒塌 当局担心死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曼谷天铁系统今天发生14年来首度大当机 天铁暂停营运 早上尖锋时刻一片混乱 造成乘客大混乱 地铁公车站塞满人 问题出在控制列车导航的无线系统发生错误 上午11点左右恢复营运 设计AK-47突击步枪的卡拉西尼科夫 23日病逝 享年94岁 AK-47步枪已成为杀人的同义词 卡拉西尼科夫因而受到谴责 但他被视为是俄罗斯往习军事荣耀的象征 卡拉西尼科夫曾说 自己创造一个保卫祖国边疆的武器 被用在不该用的地方 并非他的过错 要怪就怪政客 每年耶旦节有上万旅客 涌入北极圈内的罗凡尼米 追求正宗耶旦老人体验 不过 这个人烟稀少的北方小镇 对于旅馆 活动中心 商店与餐厅 只在年底假期爆满 感到无奈 因而从品牌经营来看 耶旦老人每年只在年底出现几周 现在芬兰人想把耶旦老人 销往全球 变成四季常驻的欢乐老公公 不过也有反对意见 认为耶旦假期已经够商业化了 此举反而破坏耶旦老人代表的价值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